女子男友在缅甸仰光走私被抓 女子找遍所有认识的人 连老板的朋友也不放过 只是没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 就在她绝望之时 竟然在自己包里发现十几颗亮闪闪的钻石 原来她在商场逛街时 一小偷被警察追捕 轻急将脏物放进她包内 女子会如何处理这些昂贵的钻石 她会用这些钻石去救男友吗 今天为大家分享电影《蛮荒的童话》 这名女子叫阿美 是一名白领上班族 她现在正在上班的电梯里 一眼睛男不停地朝阿美身上蹭 这是遇到色狼了 阿美富宝貌美大长腿 没少遇到咸猪手 对付这种家伙 她一向很有手段 只见她不慌不忙拿出防狼发带 直接朝眼睛男要害部位射去 眼睛男哀嚎一声摘倒在地 为了准备更多防狼武器 阿美去了附近的商场 商场内黑老大熊哥 正帮自己的女人买钻石 熊哥接到电话有事离开 女人自己挑选买好钻石准备离开 刚出门口就遭遇了小偷 小偷抢过钻石袋子 转身逃跑 女人大喊抓贼 幸好几个警察奋力抓追捕 抓住小偷 情急之下 小偷将钻石放进一旁的阿美包中 黑老大的女人 在小偷身上没缩缩钻石 开始暴打小偷 这是一个名叫阿罗的男人出现了 他亮出警官证 告诉大家所有人都要留下被调查 拿出纸笔 让在场人留下联系方式 围观的人怕麻烦分分散开 阿美和闺蜜都是热心价义之人 这只入了小偷 追问小偷把脏放在哪里 小偷却一下子推倒几个人迅速逃跑 阿罗跟警察一起追完小偷 一犯你追我赶 在一个街角处有人喊阿罗 那个人竟然是刚才的小偷 原来阿罗竟然跟小偷是一伙 他先前扮演的警察身份也是假的 目的是帮助同伙逃跑 阿罗是一同伴赶紧走 阿美回到办公室 刚坐下就收到男友的电话 男友听从朋友的意见去缅甸做生意 而这种所谓的做生意其实就是走私 男友被朋友坑骗 还被缅甸政府军抓住 需要拿20万美金赎金才会放人 20万美金可不是小数目 阿美十分焦急 她急忙找认识的人筹借 朋友们都觉得她是在开玩笑 结果当然是没有人帮忙 事情再急也得吃饭 阿美中午去餐馆吃饭 翻自己包的时候 然发现里面有一包闪亮闪染的钻石 她想起商场那间偷盗事件 菜色应该是小偷放进自己包里的 有些不相信是真的 她拿出来在桌子上滑了几下 检验结果是真的 阿美很高兴 为了这些钻石就可以轻松救男友了 财不外露 为了更好地保护这笔聚材 她将钻石藏到自己的钢笔里面 另一边阿罗被黑老大熊哥抓到了 一同被抓的还有阿罗两个小弟 熊哥已经知道是阿罗他们偷了钻石 看着被熊哥手下折瘟的小弟 阿罗告诉熊哥不要为难自己的小弟 他自己愿意承担责任 熊哥觉得阿罗还算仗义 给阿罗三天时间去找回钻石 如果找不到就要了俩小弟性命 阿罗无奈地答应了 阿罗刚藏好钻石 阿罗就来找他 他仍假装是警察 阿罗却假装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阿罗翻着阿美的包 什么都没找到 反而被阿美恶搞整治 门外一同来的熊哥不耐烦了 直接闯了进来 阿美看到熊哥很害怕 只好承认确实是自己拿了钻石 但那些钻石被他游击缅电了 说着阿美还拿出一张缅电邮局单子做证明 其实这个单子是阿美先前给男友游击礼物的 黑老大虽然生气 但看阿美还算爽快 就答应他给五天时间把钻石拿回来 还要让阿罗奸杀阿美跟他一块去 并威胁阿罗如果不能完成任务 他的两个小弟就会去见阎王 并对阿美也进行了一番威胁 关系身家性命 阿美和阿罗只能连连答应 阿罗跟着阿美回家收拾行李 阿美想揣开阿罗 就故意指使阿罗进屋为他取帽子 等阿罗进屋 他直接将其锁在屋内 不过这可难不住小偷出身的阿罗 他直接拆开窗户跳了出来 阿美偷偷藏在楼顶 等着阿罗离开再出门 阿罗早已识破他的把戏 直接在楼顶悠闲自得地等着他 甩不开狗壁高的阿罗 阿美只能同他一起登上飞机 下飞机的时候 阿美有使记跟保安说阿罗身上有枪 阿罗却说两人是夫妻 阿美在开玩笑说婚段子 两人欢喜冤架一路打打闹闹出进酒店 为了防止阿美逃跑 阿罗只开了一间房 阿美趁阿罗洗澡的时候准备逃跑 不想他却把护照放在洗澡间 为防止睡梦中阿美逃跑 阿罗用手铐将阿美绑在床头 阿美大吵大闹 阿罗有些受不了 只好给他解开 他把床放在门口 护照绑在内裤上 想着这样阿美就没法逃了 在这阿美趁阿罗熟睡 用剪刀偷偷剪短阿罗内裤 拿走护照 他还恶作剧地将阿罗护照扔在窗外 阿美向前台咨询前往仰君的路 前台告诉他那里正在打仗 建议他一个女孩子不要去 阿美却就男友心切 直接独自一人打车离开 现在担心阿美的安全 给阿罗打了电话 阿罗裹着浴巾出来追 但是还是晚了一步 阿美的车刚出发不久 就遇到了政府军拦截 政府军让司机下跪 去搜寻车内 这时起义军就出现了 对方交火乱的一团 阿美拿接风这种场面 吓得抱头鼠窜 他碰见一路跟过来的阿罗 两人互乱中安全逃遇 算到了安全区域 却发现这里距离仰光 还有700公里 两人去找当地政府军 警察局帮忙 不想局长比强盗还强盗 听说他们是香港人 知道他们有钱 就直接抢得他们身上的财物 阿美的钢笔 阿罗的手表都被搜走了 那些钻石还在钢笔内 阿美不甘心退开阿罗 独自关门去找 政府军局长要钢笔 局长看阿美漂亮 起了坏心思 直接跟他压在窗边 欲行不轨之事 阿罗正被门外政府军驱赶 他从窗户看到阿美正被欺负 阿罗虽是小混混 但心不坏 甚至不备 他从窗户悄悄潜入室内 打婚局长叫向阿美 为了方便逃出去 阿罗换了局长衣服 只是他们刚坐上车 就被醒过来的局长发现了 局长带着一群军兵 追杀两人 为了抓住阿美和阿罗 政府军直接在大街上开枪 他们一路开 政府军一路追 就在他们快要甩开政府军时 车竟然没油了 好在阿罗身手敏捷 解决了几个政府军 抢了一辆摩托 两个人骑着摩托车逃跑 一路风驰电车 不想摩托车 刹车失灵 两人冲进一条河里 河里的鳄鱼 被两人的响声惊动 流过来死死咬住阿美的裙子 为逃命 阿美脱掉了裙子 两人一路生死逃亡 晚上 两人逃到一处茅草 木屋尽 决定在此处先做休息 再进一步打算 相依为命的精力 让他们放下先前恩怨 彼此坦诚地聊起了天 交谈中 阿美得知阿罗并不真是贪钻石 只是为了救自己的两个小弟 阿罗也得知 阿美拿钻石是为救自己男友 阿罗建议让阿美先用钻石救男友 至于他自己 只能走一步说一步了 阿罗的仗义让阿美很感动 只是屋漏偏逢连夜雨 百夜竟然下起雨来 阿美看到阿罗睡的地方漏雨 被让他跟自己睡一块 两人之间空气变得暧昧起来 破败的木屋 可不管一对年轻男友的明星秘密 在风吹雨打之下 最近坍塌 阿罗为保护阿美 被压在木屋下面 阿美费尽力气 才把他从废墟里拉出来 好在阿罗没受太大伤 两人亮相地找地方避雨 最后在一处佛像下面 度过一夜 因为晚上太冷 睡着了两人不自觉地 依偎在一起 早晨醒来时 两人都觉得尴尬 急忙分开 只是两人之间的感情 却悄悄发生了变化 看到草丛旁边 有两只小猪正在吃草 饥饿了两人决定 抓小猪做早餐 不想却惊动了附近的起义军 这两只小猪都是他们的 起义军抓住阿罗和阿美 将他们吊了起来 这时起义军的女首领过来了 阿罗曾在少恰那里救过他 见到救命恩人 女首领急忙将他们放下来 晚上女首领举办 篝火晚会欢迎他们 每吃每酒玩得不亦乐乎 女首领对阿罗很有好感 两人亲密地坐在一起 阿美看到了心里有些酸酸的 阿罗看到阿美高兴 主动上前跟他攀谈 阿罗将阿美的护照还给了他 阿美也将刚美的秘密告诉了阿罗 彼此坦诚 两个人的心更近了 两人离开起义军基地 打打闹闹 男友情女友义 彼此都有些情不自禁 中午他们到一处 捡棚吃午餐 不想云家路窄 政府军局长带人到了这里 他直接挟持了阿美 阿罗肯男子气概地说 阿美是自己的女人 有什么冲自己来 局长想耍弄阿罗 说如果阿罗能打败自己手下 就会放他们走 如果不能就会占有阿美 回去阿美 阿罗爽快答应 局长却让手下群翁阿罗 阿罗被揍得鼻青眼肿 心疼的阿美不停地呼救 局长用枪抵着阿罗 准备结束了他 危机时刻 骑军到了 在骑军的火力逼迫下 局长挟持阿美逃跑 经过一处断桥时 阿美一个急刹车 将局长甩入盒中 阿美独自一人开车 赶到仰光 他用钻石救出男友 男友看到阿美十分激动 忍不住亲近阿美 阿美却内心平静 面对男友的心境 他有些排斥 监狱长正在贪婪地 检查那些钻石 阿美想到 阿罗还急需这些钻石救人 阿美不等男友反应 直接拉他换上监狱长的衣服 就在他们准备逃跑时 外面传来一阵枪击声 原来阿罗和几军到了 几军早就想钻掉监狱这个潮穴 阿罗则是来救阿美的 阿罗看到阿美穿颈服的男友 以为是敌对方 一拳过去 将阿美男友打倒在地 然后拉着阿美急确地询问 对方是否受伤 阿美看到阿罗两人的伤 也心疼关心 两人轻易绵绵 阿美男友看到两人举动 似乎明白了什么 在离开的车上 阿美为男友细心地擦拭眼镜 受惊吓的男友 疲惫地靠在阿美肩上 阿罗看到这一切 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已经爱上了阿美 只是阿美早有正牌男友 他们已经谈婚论嫁 自己名不正言不顺 根本不配吃醋 阿美没有解释 只是将钢笔递给了阿罗 他们逃到了直升机救援地 坐上这架飞机 他们就可以离开缅甸 回到香港 只是飞机太小了 根本坐不下三个人 为了让阿美他们安全离开 阿罗选择留下来 阿美拉住阿罗的衣服不放 男友则求阿美跟自己走 为了不再纠缠 阿罗狠心扯开阿美离开 天空下起了雨 直升机在雨中 渐渐越飞越高 他的心这一刻 如针扎般疼痛 突然 一阵熟悉的叫声 打断了他的忧伤 是阿美 远处的阿美正朝他跑过来 他也兴奋地朝阿美飞兵过去 原来 阿美上飞机的那一刻 才真正明白了 自己爱的是阿罗 对男友他只是一种责任 在这完成了 他现在只想追求自己的真爱 就在阿罗转身那瞬间 他跳下了飞机 毛慌的童话上映于1991年 英雄美女 枪战动作戏 还有各种炫固车技表演 包含了港片时代 很多的流行元素 是一部标准的港风电影 男主乌鸦年轻帅气 演技纯属 打戏也很精彩 一往常一反派角色出现 很多常演反派角色的演员 容易给人刻板印象 很难转换角色 乌鸦却不一样 他演反派 凶狠暴力 演艺正派角色 一点也不违和 是一位演技 被低估的好演员 可惜事业一直不温不火 如今也很难 再见到踪迹 女主温笔侠 更不用说标准的美女 像比较后来的 性感火辣 这个时期的娇汉可爱 顾盘生姿 也别具一番风味 港片对于很多人来说 就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重温港片 重温一个时代的精彩 今天的电影解说 结束了 对这部电影 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下方留言讨论 喜欢的朋友 再见